大家又看到这个海报了 对不对 所以但是我们的嘉宾变了 那他是谁呢 我来介绍一下 首先欢迎一下 欢迎英姐 谢英 那 谢英老师是我的好朋友 对吧 咱认识很久了吧 七八年了 真的过得好快 八年了 八年了 对我们好像是 14年就认识 14年年底 拍那个电视连续 丽人咖啡 对对对 但是很有缘 我刚来美国 然后通过朋友介绍 然后就来了那个剧组 你是在剧组负责 我打砸 我做场记 然后也帮忙布置一些东西 然后导演也给我一个角色 他给我演一个坏人 流氓 对 混混 比混混 我还有个小弟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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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ry 对我们一起演 但是最终我没有演 因为后来就是 但那个 说来就 话挺长的 就是 后来我就 把前期 开始拍了之后 后来我就 离开了 但是我 很好 就是通过那个机会 认识了 很多 包括你在内 还有李珊 还有 宇剑 好多 好多人 对 后来都 都是这个 演员 大家都在一起演戏 然后跟李珊的话 还拍了一个短片 他当时特别想 让你来演 然后他也一直说 他要给你写个剧本 对吧 对 所以我一 他挺忙的 所以的话 他是 非常非常忙 是非常非常忙 兼了好几个杂志的 是总编呢 对 又是 因为他这个 文笔 非常棒 对对对 我跟他演了好几个戏了 你们俩就特别默契啊 默契 两个人演得很好 然后又很有默契 在晚会也演过小品 对 小品 小品那个是多次了 那个时候是 他是主笔嘛 他主要是他写 他编的 对对对 他是 算编剧吧 那个 是 然后 编导 他的女儿 女儿 对他也演 好几个戏都是 我跟他女儿一起 跟那个 最早的时候 女儿还很小的时候 我们是 唱那个 吉祥三宝 对对对 那是我们那个春晚 微春晚你也唱 跟那个David U 哇 哇你这个是演过很多场 演过很多场 后来又跟那个Peter Wang 一起 他那时候 好小 真 长得好可爱 对那时候 你看 我就刚来 然后看到你们 哇我好羡慕 演得好 然后又 各种活动 是吧 活动多 对 但当时我就是 完全是 啥也不懂 也是刚来 但慢慢就是 后来跟英姐 认识之后 慢慢我们也 有一些机会 交流 然后 她也演 后来也演了 很多短片 电影 演了一些 学生的短片 基本上都是你 推荐我去的 所以我说 哈利你当我的经纪人吧 开玩笑 我是后来 其实她 英姐本来就是 已经是 就挺受欢迎的 那因为她演得好 所以的话 我因为帮好多 学生片啊 短片 做一些那个 演员的推荐 或者是casting啊 我又想看到 这个角色 就基本上 是符合你的 没第二个人 我就推荐推荐 但基本上推荐 你都能 就导演都喜欢 还有一回事上 旧金山演嘛 旧金山对 那个 那个片子 拍了好几天 拍了一周 拍了 因为中间回来一趟 因为他们学生 必须得遵守 学校的校规 中间必须得上课 所以他们上课的时候 我整个回来了 我就整个 那个片 演得特别棒 我给好多 就学生啊 也好 就给他看这个片 我说 你要找 这个角色 你看看这个 给我联系方式了 谢谢你啊 对 那那个 咱聊到这个 也是 很巧的一次机会 因为我们前两期 不是也跟导演 聊过天吗 对 导演的话 那时候 我们认识之后 后来讲到这个片子 然后收到找演员 我也马上想到你 后来就 你们就在我们那 就在我的店的那边嘛 原来是在那边 对 喝茶 然后跟他聊 那你导演 第一次见面 是是是 我们两个聊了聊 后来就 一晃就 这个片子已经出来了 而且就马上要跟大家见面了 也有四年了吧 对 四年 不到四年 不到四年 不是 哪里说 五六年 一六 一六 一七年 拍摄的 一七年 一七年底 一八年初 拍摄的 对对对 是年底 是吧 一七年是年底 反正有五六年 五六年 对对 差不多 对对对 五年了 关键是 现在已经上线了 对啊 对 就是15号嘛 我们上回也提了好多次 我希望大家也去看这个片子 是3月15号是全线的上线 对对对 希望大家去看 一定要去看 而且里面那个 英姐的戏份也不少 而且就跟那个桂雅雷老师的 对手戏 对手戏 不少 而且角色特别好 有意思 特别 个性特别鲜明 我当时 我看了之后 我觉得 你的性格 感觉好像又是又不是的 然后 怎么演的就那么真实 就那种就特别不一样 这个角色呢 确实 嗯 跟我以前所有的角色 嗯 完全不同 对 就是他是一个 有喜感 对有喜感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 嗯 你要 就是那么一个 挺三八的 对 然后嘴上没有 嘴 随便乱说话 这样子的 而且那个 大段的台词 需要背的呀 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 因为是一个长篇电影 所以的话 整个戏也比较多 嗯 那你要准备的和背的东西 也比较多 但我反正镜头里面看起来 就是影片里面看起来 你是真的是太 就是那个人 就是崔阿姨 谢谢 那你当时拍摄的时候 是有什么 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就是因为我 我我 我只去 他瞒了两次 可能见到你 但是更多的时候 你是跟贵爱老师啊 的对手 这个游戏 你们俩是 有什么好 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这个 能演这个片子啊 那么 首先 嗯 你是我第一个 要感谢 我是 顺手 因为你的推荐 我又认识了 南尼导演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机缘巧合 因为就是 之前 就是演这个 本来这个演员 已经有 有人选 但是因为一些 特殊的原因 他不能来参演了 所以就临时 把我推上去了 其实是 对我来说 时间上 就是比较紧 我也没有 更多的时间 去研究这个剧本 研究这个人的性格 我就是 跟着感觉走吧 所以 你的感觉太对了 太好了 所以 亚雷老师呢 就说我 太勇敢了 夸奖你 那个 我这个戏呢 从头到尾 我想问 打个岔 你会不会有 一个压力 压力啊 你跟那么 大腕啊 那么演的那么好 又出名的 对手戏 你会不会有 很紧张 压力啊 没有哎 他真的就没有 是怎么样 是准备的好 还是说 也不是 因为我就觉得 我这个人 我也不是什么明星 对吧 大家也不认识我 我就 去演好了 就尽我的能力 去理解这个角色 然后呢 跟导演 多沟通 基本上 我还是比较听导演的 当然很多的时候 我是请教亚雷老师 对对对 亚雷老师 确实 这不是 这个金马影后 那不是说说的 确实功底特别深 你看他的那个 一言一行 那个表情啊 什么的 我确实从亚雷老师身上 学到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 对我来说挺难得的 真的挺难得的 所以我要感谢你 感谢男女导演 给了我这么一个角色 所以有机会呢 跟亚雷老师 好好学习 学习表演 也对我来说 这个人生当中吧 因为我毕竟 我是个业余的 这种机会是 你还觉得你是业余吗 我刚才是业余的 我也没有学过 对 可能你不是科班出身 但是我觉得你已经 是专业的水平 谢谢谢谢 真的真的 是这样的 我自己来讲 觉得还是不行 有些戏我觉得 还比较好做 真正就是 我觉得最难的是 你不说话 用眼睛去表演 对对对 这个是比较难的 这是更高一个层次 没有话 那个是比较高层次的 所以对我一个 没有学过表演的人 碰到那种情景的时候 我就觉得挑战特别大 反正你是喜欢挑战 对吧 我倒是喜欢 因为这个角色呢 我也就二话没说 我就导演说可以 他们这个创作整个剧组 看了我的就是一个叫什么 叫面试吧 对对 然后他们就都一致都就同意 让我来演这个角色 那我当时也觉得挺好的 因为这个角色确实 对我来说 是以前没有演过的 所以他就挑战比较大 我觉得你这个角色 在整个戏里面是一个亮点 是因为整个片是 就是比较稍微严肃一点 对严肃一点 但是你是一个在中间穿 对对 这也是那个南宁导演的用意 对他的一个设计 他的设计是这样 就是让你出来以后 觉得稍微搞笑一点 对 我觉得特别好 这个也是剧本好 然后再加上演员 演的好 就是最遗憾的是 我没有去那个影院 去看那个大屏幕 我没有去看那个 你两次都没去 是 都没有去 我最早的一次是在华纳 那个华纳公司 那时候我跟李珊都去了 对 应该跟你有联系 有跟你说 你怎么没来 好像就忙着 对 然后李珊就说 因为我们那时候排练 然后李珊说 你个破舞 非得要排练 所以就没有去 那说到跳舞 那又是英姐的另外一个 专长和一个 特别值得聊一下的 我觉得就是 有文艺气息嘛 就是你有文艺的这种 范在里面 就你看 就 你会跳舞的人 那个形体啊 各种气质啊 我觉得可能也是 对你帮助蛮大 对 我觉得跳舞这个东西 是 有点 很多都是来于天赋吧 对 像我这种跳不了 虽然我不是那种 有人说我 他是说我瘦 可能就 相对来说是好一点 但我根本不是跳 不行 完全不行 完了以后 节奏感不行 当节目完了以后 你给我做两个动作 我就知道 你行不行了 你绝对不行 我就免了 那个英姐 原来在国内 就是在 那个 类似文工团 宣传队这样的 反正以前也是 小的时候就 就跳过 对 很小的时候 大概十几岁呢 就被 借到 专业的 就是 团队里 去给他们演一个 演小孩子的 曲子 所以那时候 大概十二岁吧 后来 就是 我是一个挺没有主意的人 就很听家里的话 就是 我父亲 不喜欢让我搞瘟疫 那你妈妈 我妈妈妈还可以 就我爸爸他 所以你妈妈支持你 然后让你 我爸爸是一个知识分子 他就想 以后当医生啊 好好学习啊 就是这种啊 所以呢 那个时候 有机会去 就是非常专业的 问工团 但是 那个 家里反对 就没有去 从小就是 一会儿 什么 体操队啦 也去过 训练过体操 还有 武术 包括武术 什么后来 那个杂技团 也到学校里头挑人 反正每次都能挑上 挑战以后 先天挑战好 我就记得特别清智 就是去 杂技团的那次 那是父母是坚决反对的 杂技团 不让去 杂技团 那个更累 那个更苦 对 非常苦 那个不能去 后来当时 还挺丧气的 反正我还是比较听话的吧 属于乖乖女吧 跟我妹妹呢 是完全 两个性格 她是 反叛 对 她是叛逆多一点 然后她就是 自己想干什么 一定要干成 你看她喜欢唱歌 她最后 她现在成个歌唱家了 国家一级演员 唱得也不错 所以你们家就是有 对 你看两个性格不一样 但两个都是在文艺方面 就是有这种天赋 有这种细胞 有点遗传 有点遗传 你妈妈 我妈妈搞过 对 然后 我爸爸也不错 会拉二胡 也那个 就什么 唱个戏 唱什么的 就音很准 所以我们唱歌啊 跳舞 我觉得都是跟她有遗传的 特别是我妈妈家 我妈妈家就像一个 黎原世家 好多人都是搞戏曲的 特别多 包括 这个 下一代 就是我的表弟表妹 还有 孙子本的 最近是一个孙子 我忘了是我哪个舅舅了 因为我四个舅舅 舅舅的孩子 考上中系了 还有一个 我表妹的孩子 是当这个天津卫视的主持人 就是这方面人比较多 对 总之你们家就是 有点遗传 对 有文艺方面的这个 哎呀 很好的一个气氛 一个氛围 各有所长 对对对 那现在来说 舞跟演 两个你都很喜欢 我都喜欢 都喜欢 我还喜欢唱歌 还喜欢唱歌 都喜欢 但是我是 我很喜欢表演 我很喜欢表演 那表演 其实舞蹈也在表演 对吧 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表演 对对对 不同 对 电影的话是另外一种形式 对 那你觉得这两个是 在这两个当 你 因为你的舞蹈是 有功底 从很小就开始练 然后表演的话 就是也是 也有 但是说演 电影的话 那还是 到了这一次的话 算是一个 最大的一个发挥 我可不会这样说 真正说触电 是来美国以后 对对 在国内的时候 没有 那你觉得你这个舞蹈 对你这个 这一次的 就说 就对你整个演戏 有 有 多大的帮助吗 还是 怎么样 我觉得 我倒没有觉得 这个就是跳舞 对演戏 不是那种直接的 是吧 不是直接的 但是它肯定 有关联 就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 这个表演 话剧 影视 因为话剧和影视 又不一样 对它是舞台上的 就跟你那个舞蹈上 又有一些 对 对 中间有点 不一样 不一样 就我们 特别是 这 长篇 这也是我的第一部 长篇 是我们那个 男女导演的那个 长篇 厨女做 而且做得那么好 对 这个是特别难得的 非常好 里面的一些 就是像这个 演 紫禁 这小伙叫什么来 我忘了 对我也 紫禁 演孙子和孙女的 这两个 这有钱字 都非常的 都非常演得非常好 然后我觉得 这些孩子们 都特别的敬业 从我们 就是 我们的大咖 亚雷老师 就是 有他压阵 对 真的是 我觉得我们都很幸运 所有参与这个片子的人 都非常幸运 能跟亚雷老师这样子的 这么 对 因为电影毕竟是一个 综合的艺术 就是需要每个人 虽然有些可能是 甚至是一些 比较小的角色 但是你也要找对人 对 是吧 你也要 他是在一个 一个整个 影片里面 起到他的作用 对 我觉得他们整个的团队 都非常好 对 这孩子们都特别的 这个 很尊敬人 是 我们 我们这说实在的是 属于 可能也许都比他父母 还要大的 所以更加要尊重 所以他们都 非常非常尊重 对 我也是 感到很自豪 所以就是一直 那个 Nani这边 他有什么动态 我都特别支持 因为我也有份参与 对对对 我也算是一个 那个 associate producer 然后 帮忙了一些 包括推荐一些演员 包括那个 就我觉得挺开心的 幕后英雄嘛 你经常是 做一些 别人不知道的 对 你可能推荐了不少演员 推荐了不少 在这个片子里头 在这个片子里头 后来我也 给Nani导演 推荐了几个 群众演员 对 群演的话 那个 在老人院 那个戏 就要很多 那里头有 有好多朋友 那里面 我有两个朋友 两个岁数比较大的 他都 其实都身体上 就有点吃不消 就时间比较长嘛 那 但他还是坚持 他也是喜欢 他也是都 都对电影 是有一种热爱 或者说 没有参加过吧 像有点 有点 迷一般的 那种感觉 是的 对 好了 我们今天聊的 也 从 英姐这边 开始聊起 然后聊到影片 然后最终的话 我觉得还是 蛮希望大家 去看 因为我做 其实我不介意说 我在做一些 推动和一些 类似广告 这样的 嫌疑啊 我不一点都不 不觉得 这是不好的 因为好片子 一定要是 让更多人知道 是吧 因为毕竟是 怎么讲 不是免费的嘛 因为 也是花了很多心血 在里面 那 那里导演的话 更加是 他 他是 对 对 他一个是 那个写作 各方面 整个 都投入 然后 金钱也好 包括前期的宣传的话 那他都是 都得自己掏钱 对 真的不容易 我真的非常佩服他 这是相当了不起 我也非常佩服 对 现在这个片子 终于上线了 所以我就是 真的 我就跟 那里说 我看我能做什么 一个是 都朋友 那里也是朋友 我请他来 本来就希望 跟他聊天 那英姐也是 之前我们邀请过 很多次 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各种原因 忙啊 就一直没有机会 坐在这 那今天的话 又借这个机会 那同时 你看 都都都打到了 我们的目的 又见到了 又聊了 又顺便 就是推一下 这个片子 真的希望大家去 大家去看 那也蛮简单的 就是之前也说过 就是 有Apple TV啊 然后那个 Amazon啊 YouTube啊 都有 我会在那个 这个影片的下面 会给他 发一个链接 大家怎么可以 看你喜欢 去上哪个平台 那付费的话 也不是很贵 就是几块钱 或者十几块钱的 这样这个 支持一下 谢谢大家来支持 谢谢 还有我想讲一下 这个就是 Kathy 这个 吴嘉欣 吴嘉欣哦 我昨天 不是参加那个记者会 我才知道 他跟郭富城 演的 对 是吧 还最近是跟那个 那个叫 国内特别红的那个 昨天说了一个 我今天就忘了 那个那个那个 就是挺男子汉的 那个 国内吗 国内的 也算是 没关系 我们可以 其实 大家熟悉用 那个 IMDB的话 你直接打 Kathy 吴 你就能看到 她的片子 就 Kathy 是非常努力 也 也演了很多 好片子 包括你看 跟那些大咖 一起演 对对对 我就很喜欢她 对 她是 她能讲很多 很多 英文 中文也说的很好 中文说的 普通话说的很好 对对对 就比我的好多了 我觉得她有语言天赋 对对对 她说国语的话 就听不出来 她会说粤语的 对 她是香港吧 来自香港的 香港人能说 那么好的国语 真的厉害 英文又好 英文 关于英文好 那英文就更好了 当然很好 但是 我记得 她的朋友圈 她有一次发 她前段时间 不是去参加了一个 也是长篇电影吗 去加拿大 她说她当 当时十年前 还是十几年前 她从加拿大 过来的时候 她刚来的时候 她说她英语 都还不是特别好 你看 多厉害 现在就是 完全就是一个 ABC的感觉 英文说的非常棒 我觉得她前途无量 对对对 是 又年轻 又年轻 好 我们祝福这个片子 和所有的 参与的朋友 都能够得到 大家的认可 然后大家能够看 希望大家去看 给我们多提宝贝 三月十五号 正式全线上线 全网上线 OK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们就聊到这儿 谢谢英杰 谢谢你啊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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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